韓國瑜頭髮掉光光 原來是從年輕時就要聘經濟 晚上十點到早上六點 大夜班 因為大夜班那時候是一萬六 小夜班是一萬二 我就選了大夜班 所以掉頭髮 你看頭髮都掉光了 大學時代 爸媽無法負擔韓國瑜的學費 為了賺錢 每天她都去飯店當警衛 上大夜班 讓當時才24歲的她 就滿臉滄桑 去年大選 韓國瑜沒有任何資源 所以她這樣形容自己的窘境 我不要求滿漢全席 我也不要大魚大肉 我現在滷肉飯都沒有 用滷肉飯比喻口袋空空 事實也的確如此 二零零一年的財產申報 韓國瑜沒土地 沒房產只有三輛車 其中一輛還是太太李嘉芬的 存款跟一九九三年的財產申報 八年間只多了一百九十四萬 另外擁有精彩科技等有價正確 價值大約兩千一百九十五萬 去年韓國瑜單打獨鬥到高雄 評選站被民眾拍到獨自吃飯 桌上只有一碗麵 許多韓粉看了很心疼 其實那還不是最慘的 曾任三屆立委的韓國瑜 最窮時期存款只有十七萬 我們就照著監察院的申報 披露所有的資料都是可以公開的 那如果各位有興趣 可以上監察院的網站去查 能監察院能公布多少 大家就去查 我這完全不擔心 一碗滷肉飯一瓶礦泉水 韓國瑜全臺掀起旋風 儘管現在他聲勢飆漲 但沒變的 依然是口袋空空的清廉性格 記者總後報導